所以跟着你的是工作人员 除了朋友 每人都在台北 都在家里 都在台北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工作 十二岁 那你真的也很小 对 但你更小 我十二岁之后 我拍完北爱 我就去美国念书了 那还好会有一些同学什么的 还有几个特别好的 还好的 所以你其实真的特别好 特别特别那种好的朋友 应该都是村外的 对 没有 就没有太多圈内的 因为我觉得 圈内确实很难 因为他们也很忙 然后我也很忙 没有时间见 因为我觉得说 我要把我作业做好 把我工作做好 那我怎么可能还有时间去 我懂的 当时我跟你拍杂志之后 我就觉得说 就我们两个挺合得来的 然后当时还给你拍照什么的 就觉得说拍得很好看 现在手机里还有那个照片 对 我给你讲一件搞笑的事情 因为我很少生日的时候 会有人愿意给我送礼物 我还跟我妈妈分享 就说妈妈 你知道吗 娜娜现在是我生日快乐 她说要送礼物 然后我说 我很开心 而且很惊讶 我现在就在家里 坚持得等了很久 然后每来一个快递 我就把我开一开看看是啥 你觉得我要多留一天吗 可以 为啥不留呢 就是跟你在一起 跟大家在一起比较开心 你放松吧 还是你 不然本来很不开心 真的吗 每天睡不着 不开心的事情有很多 嗯 还是我今天跟你一起睡 老老师 怎么了 我想要再留一天 留啊 可以吗 可以 把床都并到一起 好吓人 好吓人 我爱你 我也爱你 我也爱你 别抱了 我就抱了 我爱你 我爱你 哎呦 好 好好好 没关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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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心 好 怎么了 那呢怎么了 他不想 他很开心 他也不想哭 但是他哼着不住 所以 好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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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压力到了 太开心了 太快乐了 太快乐了 好 在这儿 在这儿 在这儿哭就是最好的 就是排泄 因为你在日常生活当中 都没有机会 可以跟懂你的人一起 对不对 哎呦 这宝贝 我真的 我受不了 他们哭 我这样 我真受不了 好了 振作起来